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罪恶之王温吉尔 我是地狱王 领导万物和飞龙 这就是亚空大作战 相信不少跟我同年代的朋友都听过这段开场白 亚空大作战是1983年出品 以著名的桌游龙与地下城改编而成的美国电视动画 于1985年才引进台湾的中式播出 播出的时间刚好是每周日下午的5点至5点半 名为卡通假期的时段 所以知名度还算挺高的 虽然因为年代久远 剧情差不多都忘光了 但对小时候买的英伦卡通包 印象非常的深刻 就是这一包3块钱的小纸包 里面有4个卡通造型的小塑胶片 我们那时候叫 除了有亚空大作战的人物外 还有圣战士 铁金刚 太空超人等 小时候贡献了不少零用钱在这 不过龙与地下城 台湾会翻译成亚空大作战 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因为在同年1983年日本朝日电视台 也推出了一部亚空大作战 史朗古鲁的动画 内容是完全不相关的动作科幻机器人类型 至于这名字有没有涉及抄袭的成分 恐怕只能等学轮会的结果出路 亚空大作战在美国分为3季 共27集 剧情是讲述一群8至15岁的朋友 他们原本是在游乐园乘坐过山车 却意外被传送到龙与地下城的世界 还遭遇5个头的巨龙提押马特的袭击 幸好地狱王即时出现 给了每个孩子一个魔法物品防身 这里的地狱王原文因为 Dungeon Master 地下城主 就是桌游当中的裁判 在整部动画里扮演这群孩子的导师 指引他们找寻回家的路 但主角们往往都喜欢绕道帮助别人 或者发现自己的命运 与游戏中NPC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以至于他们本有多次可以回家的机会 最后都因为某些原因而放弃 有正义的导师也一定会有邪恶的反派 亚空大作战既然是个RPG类型的动画 在旅途中遇到许多敌人 打怪练经验是免不了的 主要的大反派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复仇者Venger 台义温吉尔 是一个邪恶的黑暗魔法师 头上长着一只鸡脚 背上还有一对恶魔的翅膀 骑着一匹名为恶梦的黑马 他在见识到主角们武器的力量后 便试图夺取这些武器 来帮助自己统治弟弟王国 每集都会出来与主角们作对 直到剧情的末尾才知道 温吉尔其实是地狱王的儿子 原本他也是一个善良的魔法师 因受到一个名为 无名者大魔王腐化力量的影响 才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此外温吉尔还有一个妹妹卡琳娜 两人时常为了全力斗争而反目成仇 另一个反复出现的反派 就是前面提到的五头龙提亚马特 听了动画里称呼他为旭 才知道原来是一头母龙 他的五个头分明能吐出 冰 毒 火 电 酸 五种不同属性 虽说迪亚马特也是个大反派 但真正跟主角们交手也只有两集 95%的时间都是被他们利用来跟温吉尔对抗 十足的工具龙一支 接着来介绍一下这部作品的主要角色 游侠汉克 十五岁 他是团队的领导者 个性勇敢极富洞察力 即使在面临危险时也能保持专注和决心 地狱王给了他一把霹雳神弓 这把弓除了能射出炙热的能量箭矢外 箭头还可以变换成多种不同的方式使用 例如变成绳索将敌人捆绑或当成照明工具 还能变成弹簧床让同伴安全地着地 汉克最深的恐惧是怕自己无法成为优秀的领导者 在某集帮助骷髅战士的任务中 他顶着同伴的质疑声 选择相信看起来邪恶的骷髅战士 却因两次误判导致队员陷入危机而深深地自责 最后还是突破星魔靠智慧化解危机 也助骷髅战士变回原本天空骑士的样貌 虽然在剧中没有名讲 但跟希拉似乎有着暧昧般的恋人关系 骑士艾瑞克15岁 出生于富裕的家庭 是个娇生惯养的富二代 对于无故闯入荣与地下城的世界 时常都是抱持着抱怨与不安的态度 尽管个性胆怯 但艾瑞克也有着一颗英雄的心 因此地狱王给了他一个刻有施旧图案的魔法盾 能够产生一个强大立场防御一切的攻击 某集队员遭遇到一群蜥蜜蜜蜂的攻击 艾瑞克又在抱怨 每次需要地狱王的时候他都不在 于是地狱王想到一个好主意 他赋予艾瑞克跟自己一样的魔法 让他当一回地狱王逝世 以艾瑞克的个性 刚开始一定是非常的得意 后来在与温吉尔的对抗中 也意识到力量越大责任越大的道理 最后请求地狱王将他的能力收回 又转直回原本的骑士 杂技演员戴安娜14岁 是一个动作派直言不讳的女孩 在原本现实世界中 她是奥运级别的体操运动员 伸手十分的嫩Q 因此地狱王给了她一根能变换长短的棒子 因此地狱王给了她一根伸缩自如的法杖作为武器 搭配她矫健的好伸手 起到不错的辅助效果 这法杖最厉害的地方是 就算被折断 只要接起来就跟新的一样 在《关心者之子》该集中 戴安娜巧遇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占星家儿子科萨尔 两人确认过眼神后 很快成了情侣关系 由于科萨尔的国家被邪恶的魔女占领 该国有个古老的预言说道 关心者之子会打败邪恶解救人民 因此科萨尔一直被魔女追杀 甚至丧命 没想到戴安娜老爸也是个星象学家 所以她也是预言中的关心者之子 在被星光照射后获得无上法力消灭掉魔女 最后再打开时空门回家 跟复活爱人 戴安娜选择了后者 因此又让众人失去一次返家的机会 魔术师博士图 14岁 是队中唯一的法术系担当 由于容易紧张 加上缺乏自信心 这也表现在她万能魔法帽的使用上 她能够从中拿出各式各样的道具 但通常这些道具几乎都没什么用处 每次都要等到团队陷入危险之中 魔法才派得上用场 莫吉 小队在沼泽遭遇乌贼怪的袭击 博士图与众人走散时 却遇到一个少女的幻影 少女名叫瓦尔拉 因为具有制造幻觉的能力而被温吉尔囚禁 并利用她的能力骗到了主角们的武器 六人最终靠自身的力量潜入温吉尔的城堡 不但取回武器也救出了少女 虚弱的少女制造出提压马特的幻影 吓走温吉尔 最后竟然还跟博士图组成的CP 让她成为六人中最早的脱单者 盗贼希拉13岁 基本上应该算是女主角吧 跟汉克常常有些暧昧的互动 地狱王正与她的宝物是隐形披风 只要将披风的兜帽戴上就能够隐形 希拉内心有根深蒂固的恐惧症 害怕孤独 但队友遇到麻烦时 她总是会表现出勇敢的一面 某集弟弟遭龙龟咬伤中的剧毒 有个奇貌不扬的怪物 好心给予主角们帮助 并告知只有黄龙脚上的果实才能解毒 众人都不相信眼前这丑陋的怪物 只有希拉没有因为外貌关系而鄙视她 没想到故事结尾 怪物的诅咒解除后 竟然是一个帅欧巴国王 因为希拉人美心肠好 国王想娶她当皇后 晚上一起锻炼 可惜希拉还是比较喜欢小鲜肉拒绝的国王 是希拉的弟弟 也是团队中年纪最小的成员 不过她年纪虽小 却是团队中的主力输出 地狱王赐给她的雷霆棒 是破坏力最强的武器 随意挥动就能破坏山壁或岩石 朝地面撞击还能引发地震 在第一集时 从提亚马特手中救下一只小独角兽 并将它取名为优尼 从此就一直带在身边 由于独角兽与生俱来就有特殊能力 因此在独角兽之谷一集中 温吉尔捕获大量的独角兽 并夺取他们的脚 借以获得强大法力 在主角们打败温吉尔解救独角兽后 优尼也开启了传送的能力 但是因为年纪太小 传送距离不远 而且每天只能使用一次 最后也介绍一下温吉尔的妹妹卡琳娜 刚开始她是以反派的身份登场 再一次与哥哥的对决中 败下阵来遭到囚禁 后来被希拉救出 贾义跟希拉成为好友 并欺骗她帮自己取回魔法戒指 恢复魔力 这魔法戒指也具有 让主角们回家的力量 不过希拉为了救卡琳娜放弃回家 用这力量来打跑温吉尔 卡琳娜被感动后也完全洗白 回到老爸地狱网的身边 亚空大作战 虽然有一条回家的主线剧情 但其实每集都是不相干的独立故事 原本在第三季的最后一集 编剧写了一个名为安魂曲的回家结局 但可能因为公司还想继续捞第四季 甚至第五季 所以这剧本就没有被使用 没想到第三季结束后就再也没有后续了 结果主角们就这样冒险了37年 直到2020年才有粉丝制作了一个动画版的结局 内容大部分都是从该系列动画中重新剪辑 最后声明版权属于迪士尼漫威和海岸奇才的法律免责声明 而此结局也跟原来剧本差距不大 所以也被粉丝们当成真正的结局看待 现在就带大家来看看这段剧情吧 在一处神秘的高地 温吉尔跟地狱王碰面了 于是两人就来了一场打赌 要是主角们能在没有地狱王的帮助下完成试炼 他们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反之要是失败了 就得将身上的武器交出 永远留在这个世界 画面来到了主角们这边 由于已经接近游戏的中盘 所以遇到的怪都比以前还强 才刚打跑一群伴兽人 马上又遇到一匹三头龙 尽管众人等级提升了不少 打起来还是相当的吃力 这时地狱王突然现身 大家赶紧向他求助 没想到地狱王却一口回绝 还表示自己一直到游戏结束 都不会再提供任何的服务 不过你马的爆笔还叼在龙的嘴里 你们可以等一下再聊天吗 眼见地狱王头也不回的离去 众人只得靠自己的力量 来克服眼前的难关 由于身上的武器 对这高等怪都没啥效用 汉克只能靠智取 将三头龙诱进一个石堆中 让他的头被卡进石柱里 动弹不得 夜晚 一伙人来到海边生火歇息 经过这次的事件 大家对地狱王产生了质疑 这时 温吉尔突然现身出来补刀 说地狱王早就知道回家的方法 却欺骗众人 一直去解一些没有用的支线任务 自己才是传说中的大好人 接着还免费提供了破关回家的方法 只要到南方王国边境的一座墓碑塔上 找到一把钥匙 将钥匙像魔戒一样扔进无底深渊就能回家 说完温吉尔就消失了 结果小组成员竟然分成了两派 一派以艾瑞克为主 成员有博士图和希拉 他们相信温吉尔的话 准备出发寻找钥匙 于是来到海边一艘搁浅的船上 藉由博士图的魔法让船飞向南方的墓碑塔 而另一派以汉克为主 成员有戴安娜和鲍比 他们选择相信地狱王要阻止艾瑞克他们 随后也莫名其妙地出现一只飞龙 就这样载着他们追赶的飞船 来到目的地附近的一处火山地 博士图的魔法力突然消失 飞船正逐渐坠落到火山 汉克及时赶上 要船上的人赶紧爬上飞龙 可是艾瑞克有富二代的骨气 不愿接受穷人的施舍 汉克本想破坏船只逼他们就范 没想到艾瑞克盾牌一挡 将光剑弹进火山 引起的火山爆发将飞船吞没 汉克小组继续前进来到了墓碑塔 却在门口遇到了没死的艾瑞克小队 原来千军一法之计 是博士图用魔法救了大家 这下两组人马再也不留情面了 一边是要去塔顶摧毁钥匙 一边是要阻止他们 正当双方一触即发之时 惊动塔内一只像史莱姆般没有形体的怪 这怪不仅物理攻击没用 连魔法也伤害不了 暴比剑撞一棒挥向墙壁 倒塌的石块暂时阻止了怪物前进 但这一棒也将回头的路堵死 六人只能继续往上 来到塔顶 看见一副石棺横躺在中央 石棺的旁边有道墙壁的裂缝 底下是无底深渊 而另一边则有一扇奇怪的门 艾瑞克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推开石棺 拿了钥匙就要丢进深渊里 等等啊艾瑞克 想也知道要用钥匙开门 才会是好的结局啊 都37年没结局了 我管他是好还是坏啊 反正有结局能对观众交代就好啊 就在两人争论不休的时候 刚刚那只无形怪又爬到顶楼来 造成了一阵骚动 慌乱间暴彼一棒砸向地面 引发的地震竟然让汉克跌落无底深渊 我看你是存心帮姐姐报刚才的一件之仇吧 由于场面陷入混乱 身为游戏GA的温吉尔终于看不下去 直接来到战场 你这个傲娇鬼 快把钥匙丢进深渊结束游戏啊 艾瑞克将钥匙握在手上 想起地狱王说过的 人心一旦被力量所控制 就再也回不去了 于是他心一横 拿起钥匙冲向那扇怪门 温吉尔想阻止他 可是被无形怪阻挠 随后艾瑞克将钥匙插入门锁 打开了门 瞬间多道光芒 从门内急射而出 飞往了各地 每道光都是一个传送门 将被困在龙与地下城 这个时空的人与怪物 都传送回他们原本的世界 而在塔顶的主角们 赶紧跑到裂缝处观看 幸好汉克抓住一块漂浮的岩石 才没有掉落深渊 众人将他救上来后 看见温吉尔也在光芒的照射下 产生了变化 原本头上恶魔的鸡角碎裂 由邪恶法师变回善良的法师 还跟老爸地狱王相认 温吉尔也说自己在一千年前跟错了老师 才被黑暗侵蚀变成复仇者 感谢主角们将他从黑暗之力解放 原来这个游戏要破关不是杀死大魔王 而是要救回被黑暗吞噬的大魔王 接着返乡之路开启 现在已经没有人会阻挡他们回家了 不过如果想的话 还是可以留在王国继续练到99集 王国内仍然有许多副本等待他们挑战 但此刻已经没有人想再玩二周目了 大家都迫不及待想要回去见父母 鲍比还担心弃养独角兽 会被动保协会告而烦恼 博士图却说他可以帮忙照顾 因为他想留在这里拜温吉尔为师 继续修炼魔法 决定好了之后 其他人的武器全部回收 演了37年终于回到家乡 故事的最后 留在王国的人被传送到了 制造幻觉少女的村子 博士图也将在这里过上 没羞没少的锻炼生活 全剧中 早期美国动画很多都是看不到结局的 好比永远打不死木乃伊的霹雳猫 永远出不完任务的神龙特攻队 永远无法消灭骷髅王的太空超人 相较之下 亚空大作战能有这样的结局也算不错啦 今天内容就介绍到这边 这类古早动画取材着实不易 要是觉得阿斯卡整理的不错 也请大家帮忙点赞分享或推荐 您的每次收看对我们而言都是总肯定 如果手头宽裕 也可以点击右下角超级感谢 请大叔喝杯30元的饮料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让团队可以提供更多优质的动画介绍 今后我们每周末都会推出怀旧系列影片 来深挖一些8090年代的经典动漫会游戏 周五晚上9点热血军的机器人系列 周六晚上9点阿斯卡的童年没看完系列 喜欢古早味的朋友 一定要订阅不负责任风动漫 不负责任热血军两个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阿斯卡愣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